公开信 一年前的今天 布写明基金发布了第二封 旨在帮助有才华 但生活艰难的音乐人的公开信 和第一封公开信发出后一样 我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 经过仔细阅读 收听之后 从中挑选了24组音乐人 并与之天南地北的见面 2024年 我们在充分了解并尊重音乐人需求的前提下 结合众多关注基金的朋友们的意见 调整了工作内容和资助方式 一 给一家Life House赞助全套音响设备 二 给四组音乐人按乐发放生活费 三 给九组音乐人进行音乐培训 四 给十三组音乐人组织四轮 共24场布写明巡演 给24组音乐人赠送54件乐器及设备 2024年虽有遗憾 但意外的收获更多 正如道圣和夫所说 当你竭尽全力时 神灵自然会出现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5年 我们依旧满怀热情与希望 希望找到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 并愿意为此努力的人 希望为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详情如下 1. 基本要求 1. 从事非主流音乐 包括但不限于词曲创作 演唱 演奏 编曲 音响 灯光等职业 2. 生活困难 无固定收入 无不良嗜好 3. 1995年1月1日之后出生 4. 中国国策 2. 候选流程 1. 将音乐人信息和作品 音频为主 视频为辅 发送至邮箱boximgg at 163.com 2. 评审团出审 3. 基金理事和候选音乐人 逐一面谈 4. 确定最终名单及资助方案 3. 资助详情 1. 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现金 乐器设备 唱片制作 乐队培训 演出策划等 2. 期限 5. 基金可能随时无理由终止资助 但不要求退还以资助部分 3. 回报 现在和将来都无需音乐人的任何回报 如果非要有 则希望以后也帮助他人 4. 义务 基金和音乐人都有保密的义务 我们相信 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而将来始于现在 布写明基金 2024年10月28日